这是我的南昌拌粉 一碗才3块钱 有拌粉有拌面 看起来太好吃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江西 我们今天去吃一碗南昌拌粉 到这 又是一个啥都有的菜市场 花椒都要吗 都要 拿个鸡蛋肉饼 皮蛋肉饼没有了 拿个鸡蛋肉饼 哇 好好看 这是腌的生姜 谢谢 完了我们来晚了 谢谢 来早点 还有那个皮蛋肉饼 3块4块 才7块钱 便宜 真便宜 这里边料是给你拌的 放的真多 颜色是真的好看 里边有两种辣椒 一个鲜辣椒 一个干辣椒 还有姜丝 一翻到就能闻到 那个浓浓的辣椒味 粉看起来就很滑的 那几岔没压你吃 都是早上来吃拌粉的 一定要早点来 早点来啥都有 真的这个辣椒 一家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了 可能我浓的姜味了 你知道鲜辣和干辣 混在一块是什么感觉吗 然后姜丝给你放的还很多 来的时候那司机大哥 跟我们说 我们姜七吃辣比湖南厉害 你看这早餐就干的这么猛 哈哈哈哈 人又站着吃份 要站着吃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辣 就是我们拽一圈之后还是 处处都是碰到辣的 南方吃辣的地方是真多 当时比同山四十还能吃辣鲜 我是感觉都辣 早餐就这样 这边小萝卜肝可好吃了脆脆的 嘟口感觉不用怎么嚼 进肚子的 真的不用怎么嚼 就水里糊涂不知道怎么进去了 最后一口是最好吃的 也是最中口的 拌面也不错的 拌面是吧 看着拌面也不错 我们再加一碗拌面 这是最正经的江西瓦罐汤了 在江西吃的江西瓦罐汤 蛋和肉饼要一块吃 喝完这汤可恼了 拌面看着很有意思 有拌粉有拌面 拌面看起来不错吧 这拌面像挂了姜似的外边 是很干 你看看这个鸭脱 它里边那个姜太臭了 这里边也有姜丝 马上拌面 我根本喜欢拌面的口感 哇 它这个面是本身给你煮的 就是有点硬硬的吗 就是碱面很香 是有点脆 特别好吃 这个面的口感是偏硬的 有点像干拌的 没煮熟的干脆面 这个面吃干拌面不能用吸的 要用咬的吸不动 谢谢 我不会 我不会 谢谢 又香又黏糊 来 来这一大口 好吃 两碗 一碗半粉一碗拌面 比起南昌拌面我更喜欢吃南昌拌面 又是个很中口的一顿早餐 今天就这样吧 给我点赞去说的饭 明天见 拜拜 他又点了一碗 给你办好了 但是你要快点把它挑开 不然它就驮了 来让我拍拍你吧 南昌炸皮蛋 就很销魂这个味道 皮蛋肉饼汤我没吃到贼遗憾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去吃南昌的皮蛋美食 都知道 现在可以点吗 可以 哈喽 我要三个炸皮蛋 两个炸香蕉 这是炸鸡脚 坐那边吧 对 我这么吃对皮蛋尊重吗 好 谢谢 这糖放的直接血糖辣满 好的 谢谢 炸皮蛋 我觉得这里边是最正常的 炸香蕉 然后裹糖 炸香蕉裹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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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 南昌炸皮蛋 啊 外边有一层薄薄薄薄薄 那个脆壳 然后里面一口一口 就是那种爆浆的 bowling 就很销魂这个味道 嗯 好吃 没啥视觉 啊好吃 喜欢,'啤蛋的人来说 这么吃就是好吃的 看看你们想不想吃一个 嗯 给你 就是你想吃这个东西 首先你得接受皮蛋 有多少人不吃皮蛋的 在下面扣个一碗 甜辣的 味道特别奇怪 里边软的咕咿的 就外边有点酥皮 然后里边软软的 一咬一咕咿的一上头 贼冲 那味贼冲 直接顶到天里大了 好吃 还有炸鸡腿 瞬间让我想到我上初中的时候 下门头总是有一家这种 老式的炸货的店 好吃 我们别吃饱了 下面还有两个皮蛋的吃法 你就说这个是惊喜还是惊吓 我会不会昏倒 我吃太多了 对一个皮蛋爱好者 你要享受这个味道 那个芯太腻了 你看你看你就不喜欢皮蛋 你看人家的炸鸡脚 是不是很爬 还是好比好吃 好吃 还是那个肉好吃 好软 好肥 里边都已经脱骨了 咱们吃厚肥的都度的 尝一下这俩玩命的家伙 你吃甜吃咸的 你不要问我这种奇怪的问题 当有人问你吃香蕉吃甜的 还是吃辣的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正常 我吃出的那种香蕉面包的感觉 这个是能接受的 这个味道 甜吗 外边是一层糖霜 它不是白砂糖 好吃 你爸 好吃 刚才那个是甜人加甜 这个是男色加男 就是你能想到就是里边软巴辣鸡 然后甜一点 外边贼辣的感觉吗 就这样吧 我们去迎接下一个皮蛋 我不行 这我真不行 不是它不好吃 是我不行 有皮蛋馄饨吗 有的 我的妈呀 你吃过这样的馄饨吗 真的是用皮蛋包的馄饨 不算是黑暗料理吗 算了吧 我觉得刚才我们吃那顿就算了 这是一碗黑里透着红 黑里 打皮子你 这是一碗黑里透着红 红里透着白的馄饨皮蛋 皮蛋 这点解掉 这点解掉 完了我今天废了 我吃的脑干没了 脑干没了 能闻到皮蛋的香味 好爱 干什么 看到皮蛋了吗 皮蛋和鲜肉的 这么一做的话 皮蛋那个味就没有那么浓 还是挺浓的 皮蛋味还是挺浓的 你说皮蛋是香的还是臭的 好吃 能好吃吗 好吃 你嘴巴臭一下 你嘴巴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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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蛋的味道很浓 而且劲度还滑滑的 配肉吃还挺让你意外的 配吗 喝了 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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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臭 皮蛋味很臭 这个可以冲一下 一会咱们再去吃下一个皮蛋 我觉得这期拍的好磨 回来 走我们现在去吃第三家皮蛋 都是凉拌的 他们家都是凉拌的 皮蛋咋卖的 咋卖的 咋卖的一个 我要三个 藕汤拌皮蛋 挺着还撒了点辣椒 今天皮蛋里边吃的最正经的了 藕汤拌皮蛋 皮蛋是咱江西的是吧 江西一穿 好不好看 像琥珀似的 这个味儿真的就越嚼越香越上头 江西的皮蛋真的是又糯又滑 我这皮蛋还是糖心的呢 爱皮蛋的爱死 团皮蛋团业死 脑干被抽完了 脑干已经完全没有了 现在 这虽然是今天吃皮蛋最正经的意思 导致太香了 给我点赞就说的 分享我们明天见 拜拜 不让我怕我明天见不了 我刚才打了两块 我现在怎么两块钱 你脑子已经坚持了 已经都没了